好了朋友们我网上买的炉子到了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炉子也不是炉子啦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壁炉 可以 很漂亮未来我在想能不能放在我的房车里啊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我给大家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今天就来一个开价视频 好了朋友们好久没 做开价视频了啊 然后我就前两天在网上买的这样一个 小壁炉吧 我计划是小壁炉是未来 放在我的房车里啊 然后这样我去东北也就不用怕了 好了先给他开价啊 拿出我的 随身携带的 开价神器 哇 这个炉子也太迷你了吧 给大家看一下 哎呀 这个也太迷你了吧 哎呀 哎呀 哇 哇这么小巧 这么小巧给大家看一下 好小巧啊 这个差度估计就30公分吧 我拿个绝尺给大家 量一下啊 好 总的差度是多少啊 31.5 31.5 宽度是 20 高度是多少 30 30 哇好迷你啊 好了我 打开了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一个门 这个是一个 那个防高温的一个玻璃啊 里面的一些拐子 啊 给大家看一下 哇好迷你啊 哇 好了 好了 牌子是什么牌子啊 大家往上去查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牌子啊 这是一套的价格啊 你去看 好朋友们 这个小壁炉确实很小巧 做工也特别好 给大家看一下啊 都是严丝合复 但是我在用的过程 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有得卡住了 我后来研究了一下 是这个螺丝 差了一点点 你看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 关锋锋的一个东西 你得用 用力 哎 拐过来它封门才可以关注 也就是我这个螺丝 得磨掉一点点 或者拧松一点点 这个 小小事物查件 下次还是要注意一下 也得卡住了 这个是关封门的 其他的做工都是非常好 你看这个可以收起来 他是先收这样 先收这样收起来 底部是这样的 你看 这个设计很合理吧 啊 全部是 激光切割的 真的是特别好 严丝合缝 都是严丝合缝 唯一 一个小缺点就是这枚螺丝 试刀的 差了一点 我再想办法拿个搓刀把它 搓掉一点 啊 那么这影响我 我关门了 这里要打开 好 其他我再把它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是炉子的背面啊 然后这个就是 配套的这个 椰葱 啊 这个 说实话啊 你放在房车里刀个小壁炉 真的很好用 它就是一个小壁炉 啊 你看这么小的 壁炉在房车里 我下次自己在做一台滑车的时候把它放上去 是不是很 很很nice呢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做工真的 我觉得这个做工已经是非常 我满意了 你看这里都是椰丝合缝的看有没有 哦 哦 它这个也是 也是有通风口的啊 诶 这个做的真的 啊 品牌就是这个品牌啊 大家自己往上查啊 啊 这个做工真的是 国内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已经很 很漂亮了啊 朋友们看一下 有感觉了吧 啊 其实在我这个小房子里要是能烧一个这样的壁炉 我觉得也挺好 但是我这里不需要有空调 我是最主要是打算 啊 在我的房车里 把它装烧一套这样的 然后因为我明年4月份要 呃 去新家嘛 有可能4月份的新家还很冷 啊 所以说我想带上这样一个炉子 本来是计划 3月份去东北 但是我的车有可能3月份还没出来 所以我有可能就计划要调整到4月份 去新家的时候带上这个 晚上一个人在户外的时候跟几个车友聊聊天 把这个小壁炉拿起来 然后 上面再放一个 烧水壶放在这里就行了 我都买好了 都买好了 然后整个炉子的 外观还是真的做工啊各方面都特别漂亮 好了 明天等我那个 烹火架拿到了以后 我开始要在我的那个炸棚那里要开始要给他试起来了 特别喜欢这样的小东西啊 精致的做工 所以说 价格呢 我觉得 这个价格能接受 对着其他的这个做工 真的 一般好的 比如 网上买买大的家里的话 也要得五六千 四五千 对吧 这个这么小巧 这个就到一个工艺品了 冬天放在我的房车里 夏天拿掉 哎 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工艺品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大家看一下 我一开始没注意到 因为这个太严丝合缝了 这里还有一个 积灰的 看有没有 可以倒灰的 这样一个小抽屉 而且都有角度的 哎 这个挺好 啊 燃烧会更冲锋一点 对吧 这里就是那个 我往下按一点 就可以掰过来了 关注了 哎 那就可以了 啊 这个做工真的 只有激光 海阶的才可以延伸合缝了 大家看一下 啊 又发现一个东西 好了 还有两个 箱子 这个是配件啊 我又买了哪些配件了 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朋友们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干什么用 知道了吗 我本来打算买这个东西呢 就是抓到我的房车里面 房车那里面开个洞 因为房车里面有厚度嘛 然后我那个螺丝去定做一些螺丝 然后 把它两边夹在一起 然后中间呢 再用这种盖板 把它盖起来 你要用的时候 把这个打开就行了 把这个里面这个东西打开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拿掉 然后把这个从 你看这个是一个 高温的那个 那个那个 下皮圈 然后把那个 盘椰管 这样 插出来 这个 不会 它是 耐高温的下胶 然后 把它放在房车里面 这样你在车里面就可以 把这个壁炉放在里面 然后冬天就可以在里面 生火 然后 这个高温的下胶呢 也不会把那个房车壳体套换 我觉得这个 会好一点 但是它少发了一样 炸棚上 它炸棚上也有一个类似于这个 把它 炸棚上你 这样弄一个东西 装上去 炸棚也可以用 也就是这个炸棚也可以用 然后 那个 那个房车上也可以用 所以现在我先把它 抓在炸棚上面 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未来要抓的那个东西 这个就是歪头 买了两个歪头 因为我们有时候 抓好了以后 歪头要 伸出去的 这个就是今天我给大家 一个开箱视频 下次使用 视频 下次我再 拍 再给大家 视频分享 然后未来我会在我的房车里使用 然后视频再给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小小的一个工艺品特别漂亮 真的 大家看一下 我的一个小的烧水屋放在这里 这个东西真的很小巧 放在这里 我的办公室这里 也是有点一种 艺术品的那种感觉 我只要在这里开个洞 我的夜就可以排到外面去了 放在房地里也特别好 特别是小的 我觉得这个 放在房车里特别美 下次我一定在我的房车里 把它这个东西抓上去 开个效果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